差不多了 各位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 變神之肝Studio series 90號的 變神之肝第4集 《絕肌重生》裡面的 葛威龍 S Fifteen 那能型的表現 我覺得造型比例都滿好看的 雖然為了變色折鉤觀色 所以稍微有一點方丈的部分 seen會原作是屬於粒子化的變形 完全的不合理 那玩具要做合理 就自寸了这个圆寸的变形支扣 那还原度来说还OK 后面也有这个视节刻画 完全没有放置掉 那前面的这个胸脚呢 也还原了中间有这个洞的设置 胸口就是一大堆的管线 密密麻麻的 那这边有银湿的涂装 但是其他的部分都是灰色的橙色 那这边有变形的转轴 涂装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非常的还原 涂装也非常的大位 那眼睛也是红色的点缀 头部往后往下左右旋转 手臂该有的关节可动度都不会少 所以就稍微转一下 那拳头不能旋转啊 蛮可惜的 而且这边有偷胶的部位 整个就是很省掉 腰可以旋转后 那大腿的关节侧台啊 前台 后台 水平旋转 尸盖弯曲超过90度 脚帧有接地 那前后一点点 胸甲打开来之后就可以看到飞弹可以收纳于里面 那不是领导指针哦 那蛮难拿出来的啦 那你是可以把它装到手臂上的卡榛里 那这个飞弹呢只是给车辆型态用的 能死的话只不过就是挂好玩的 还有梗威龙的手炮就可以装到拳头上面 那装上去之后也还蛮帅的 那便时至刚电影版都特别喜欢这种手炮的设置 那雕刻的也还蛮精密的 但是这个大胖好像没有收纳的位置 怪到手臂上面也OK啦 或者你要把它藏到胸口的大空洞里面 也是可以的 你根本就没有灵魂 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所谓 跟磁士科博文摆在一起就是视之力底的感觉 搭配起来也还蛮好看的 但是我觉得磁士科博文应该也会推出新版的 因为这个模具也有一点点旧了 把大炮拔掉之后就可以来变神 把大炮拔掉了 炮拔掉的片子 炮开的对签 炮开的毁活上火 炮开的对签 炮开的铜紫 炮开的iking 完成這個就是葛威羅的拖車頭型態 那造型呢車頭還蠻好看的 可是車尾完全就是一個偷懶的狀態 照理來說這個地方應該可以再做一個轉軸 讓它可以折疊過來 甚至這個腳掌也可以把它左右兩邊折過來 也比這麼凸的凝結還要好看 那這個地方就是稍微蓋一點點就不凸少了 這邊還可以折疊了 車頭還蠻好看的 那都有塗裝 車燈也有塗裝 車窗蠻漂亮的 那也有上亮光的質感 寶丁的地方只有後半部才有啦 滾動性還OK 那它的大炮就是收納於這個部位 變形的時候就要組進去了 那這個蓋板可以打開來 裡面就是飛彈可以把它拔出來 可以安裝到左右兩邊這個部位啦 就像電影裡面一樣翻射飛彈的狀態 但是它應該要給兩個 只給一個真的是非常的少吃 那跟第五隻的柯博文玩具比招一下就是這種感覺 那看起來柯博文是大的一號 那今天這個變形之鋼齒 第六優勢底時 編號90號的葛威龍呢 我是覺得人型的表現不錯 變形過程也還蠻好玩的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 載具神態的後半部呢 完全就是偷懶的狀態 這個地方完全就是在擺爛了 那可能就是給第三方鋪路吧 或者是給NPA鋪路也說不一定 但是你要跟騎士柯博文配對的話 好像也只能買了 那SS應該也會推出新的 騎士柯博文吧 就拭目以待吧 今天就到這裡了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